打开扶手箱 把扶手箱内部充电盖板向后上方拉出 使用缩钥鞘板从前方缝隙处塞进去并用力向上拉 拆下重控内饰板 使用T20型号螺丝刀拆下换挡 总成四颗固定螺丝 拔掉两个链接插头后 顺利取出换挡总成 水晶换挡布片导光键固定螺丝 将背面固定保护盖的卡扣 使用起子撬开取下保护盖 使用T8型号螺丝刀 拆下两颗滑轨固定螺丝并取下滑轨 使用T8螺丝刀 拆下两颗原车换挡波片固定螺丝 用起子撬开换挡波片固定卡扣 并从正面抽出 用起子撬开原装导光键固定位并取出 将导光键装入 并按压使固定卡扣到位 对好位置装入水晶换挡波片 并通过按压让固定卡扣到位 使用我们配备的两颗固定螺丝 锁紧至水晶换挡波片下方 把滑轨最好位置放入并锁紧螺丝 把保护盖对好插针口位 以及边缘卡扣固定位 通过按压至卡扣到位 把插头最好位置并锁紧 把总成放入固定位并锁紧四颗螺丝 最后装入中共内饰板 以及扶手箱内部盖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